以哈战争还在打 乙军31号又在空袭加萨走廊 酿数十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院外帐篷区遭乙军袭击 满目疮痍 就连加萨中部地区的哈克萨医院 也通通不放过 光是这一地区也造成四人死亡 十七人受伤 外媒报道甚至还伤及了 至少七名记者与自由摄影师 乙军持续攻击加萨的同时 却是边打边谈 一直以色列代表团赴埃及 对加萨修战进行新一轮协商 对此哈马斯官员则说 将由开罗调停人员与乙国谈判 初步目标是希望乙军停火六周 以交换哈马斯释放四十名人质 此外31号还是基督教礼仪年利 最重要的复活节 鼓掌声响不停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 在这天痛惜战争导致的苦难 复活节文稿聚焦在和平议题 再度呼吁加萨立即停火 及释放所有乙国人质 以哈战争不见尽头 现在教宗给予建言 就是希望乙国收手 停止攻击加萨 三连新闻您继续报道 三连新闻您继续报道 感谢观看